各位傳媒朋友,現在先是攝影時間 兩位局長會拿著財政預算案給大家拍照 財政預算案給大家拍照 財政預算案的記者招待會 出席的兩位局長,分別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楊潤雄 以及文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歡迎各位傳媒來到 我們今天的程序首先有兩位局長分別發言 之後是答問時間 首先我們有請麥美娟局長先發言 大家好,我首先向大家概括地講述 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 有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政策措施 在過去一年,靠著社會各界和市民大眾 我們一起同心抗疫 香港已經是步向復償 而隨著香港已經全面放寬入境檢疫措施 和內地亦全面通關 和世界各地重新接軌 社會的氣氛亦變得熱鬧起來 所以特區政府即將會啟動 開心香港、Happy Hong Kong的活動 聚焦美食體驗、愉快遊樂 以及文青創作等等的活動 令市民可以有多元化的本地玩樂選擇 以及為社會增添開懷的笑臉 這系列的活動會由三部份組成 包括在未來的數月中 我們會在地區舉辦美食市集 讓市民和旅客 可以享受中外不同地方的美食 文青局會統籌相關活動 而細節稍後很快便會公佈 另外,旅法局將會在下季籌辦 以維港為舞台的大型海陸嘉年華 全球不同地方的表演團體 他們將會呈現舞蹈、音樂、街頭表演等精彩的演出 亦會上演全新的燈光會演 讓市民和旅客 在欣賞維港景視的同時 亦可以享受一些新的體驗 第三,就是西港文化區管理局 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以及香港科技員公司等 他們都會響應 在今年內,他們會舉辦主題、特色的市集 嘉年華或其他活動 除了Happy Hong Kong之外 這屆政府高度重視婦女對社會的貢獻 以及支援婦女的工作 所以在這個預算案內 會預留一億元 以加強支持婦女發展和相關工作 新增資源會注入於婦女自強基金 也即是由2023至2024年到起 基金每年撥款 可以由本來的一千萬提高到二千萬 而有關增撥的資源 是可以回應婦女組織和團體 他們希望政府能進一步 加強基金的工作 注資之後的基金 將可以為及更多的婦女 而活動內容也可以更多元化 更加針對婦女、女性的發展需要 除了婦女之外 政府亦重視青年發展 在去年12月 我們公布了首份的青年發展藍圖 整全勾劃了政府未來長期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 為未來的青年工作定調、定向、定量和定速 我們都在首階段已推出超過160項支持青年發展的具體行動和措施 務求整個特區政府在未來的青年工作 可以提供一個清晰的方向和基礎 而我們會逐步落實這些措施 一起致力提供一個有利環境 讓青年對未來發展抱有 盼望、自強不惜、進展所長 貢獻香港和國家而至世界 我的簡介到此為止 謝謝 麻煩麥局長 現在有請楊局長 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會就財政預算案有關文化、體育和旅遊的主要措施 做一些簡介 文化藝術 特區政府是銳於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 發揮香港中西文化匯瑞的獨特優勢 和善用我們豐富的文化資源 令到香港可以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教育中心 亦都制定了策略 包括了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和多元的文化空間 加強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和與海外藝術文化機構的關係 善用科技和培育人才 我們尤其重視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文化交流合作 財政預算案裏撥出2,000萬 支持香港在2024年 主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呈現大灣區內豐富的文化和演藝項目 進一步推動大灣區內文化藝術的互融共通 預計大約有5,000名本港和內地藝術家和藝民的同業會參加 亦都會吸引14萬觀眾 政府同時會在未來5年撥出1億3,500萬 去支持香港表演藝術團體和藝術家 去到大灣區參與演出和創作 進一步拓展大灣區場地遠線合作 預計每年會有1,000名本地藝術家參與 吸引4萬名區內的觀眾 上述兩項措施有助推廣香港文化藝術到大灣區 加強大灣區內的文化交流 同時為香港藝術家和藝團提供更多發展的機遇 共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全城發展 增強粵港澳文化的軟實力 亦都鞏固香港作為亞洲文化樞紐的地位 創意產業 創意資優計劃在2009年推出以來 已經資助接近650個項目 成功為創意產業培育人才 促進初創企業的發展、開拓市場 以及在社區營造一個創意的氛圍 有見及此 財政預算案宣布向創意資優計劃 注資5億元 進一步推動創意產業成為經濟的新動力 創意香港會在計劃之下 新增一個策略的重點 鼓勵更多的跨界別、跨領域的合作項目 為創意產業帶來更多元化的發展空間和新動力 例如動漫和旅遊界別項目、時裝設計和流行音樂的跨界別合作等 我們亦會利用新資源去支持本地、電視台和內地 或亞洲團隊聯合製作一些綜藝電視節目 提升香港流行文化的軟實力 以及為相關產業和周邊商品開拓更廣富市場 同時培育更多相關行業的人才 政府會繼續利用新增加資源 資助香港設計中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舉辦一些旗艦活動和培育計劃 以及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的運作和活動 以培育設計人才 以及協助初創企業建立品牌 同時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在體育方面,政府正繼續巡注精英化、城市化、普及化 專業化和產業化五個方面發展 財政預算案在現有的資源上提出研究 將觀衝市政大廈部分未善用的樓層 改建為城市運動體育中心 提供運動攀登和滑板等運動場地 推動近年受青少年歡迎的城市運動 香港旅遊業隨著通關已經邁向復蘇 我們要力給訪客,散令香港招牌 也要繼續支援旅遊業在復蘇期面對的壓力 政府額外預留一共9億5千萬的資源 推出進取策略從鎮旅遊業 吸引旅客到港和支援旅遊業界 包括向香港旅遊發展局增撥8億2千萬 而旅法局也會運用儲備中的2億元 支持相關工作 當中,旅法局會動用超過2億5千萬 舉辦或協助在全球推廣在香港舉行的 不同國際或本地城市 例如首次由康民署舉辦的香港流行文化節 疫情後首次以實體形式舉行的香港美酒加油巡禮 以及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以及香港單車鐵等大型文化或體育活動 重塑香港是亞洲城市之都的地位 旅法局會在今年的夏季籌辦以維廣為舞台的大型海陸嘉年華 亦會上演全新的燈光會演 這個既是旅遊項目 更加可以配合財政司司長提出 Happy Hong Kong 開心香港的活動 令市民可以同享共樂 為社會增添開懷的少年 而西港文化區管理局、香港迪士尼樂園和香港海洋公園 亦會響應舉辦一些有特色的活動 旅法局會利用大約2億元的額外撥款 加大力爭取不同規模和類型的會展 會議、展覽和獎勵旅遊活動在香港舉行 令香港成為區內首選的會展旅遊目的地 吸引高增值過夜旅客放港 旅法局亦會延續Hello Hong Kong 你好香港的全球宣傳活動 加強在內地和海外的宣傳 歡迎旅客重臨 亦透過香港有禮 向100名訪港的旅客提供交通、飲食、景點和零售禮 邀請業界、媒體、網紅等訪港親身體驗 以及率領本地的旅遊業界參與全球大型旅遊業的展覽和活動 帶動口碑和商機 亦會提供更大的誘因 例如更大的支援和優惠 吸引國際郵輪訪港、推動郵輪業的復甦 鞏固香港作為區內重要郵輪港的角色 另外,政府亦會預留1億元 爭取更多吸引旅客和極具旅遊宣傳效果的大型盛事 來到香港舉行 而在支援旅遊業方面 政府會利用現在的資源延長 原本在今年3月底結束的旅行社鼓勵計劃 會延長3個月 向每一間旅行社提供500個新的配額 亦都滑一鼓勵 那個滑一了鼓勵金的水平是100元 以協助業界盡快復原 我們都投放3千萬元 推出旅行社資訊科技發展配對基金計劃 去提升旅行社 透過資訊科技去拓展業務的能力 除了額外撥款之外 亦都為了協助旅遊業界加快復業的步伐 政府會針對中小企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8分8特別擔保產品仍在運作的情況下 推出旅行社旅行代理商 8分8擔保特位的貸款計劃 為約1,600名持牌旅行代理商 提供最長10年的信貸擔保 視乎旅行代理商的員工人數 最高的擔保貸款額 是會介乎100萬至500萬之間 另外亦都會為獲法遊覽服務批註的 本地旅遊巴士營辦商 提供8分8擔保的貸款計劃 每兩巴士的最高擔保貸款額是10萬元 為及約3,000兩合資格的巴士 香港按揭政決有限公司會爭取在4月推出有關計劃 我的介紹是來到這裡 待會是提問的時間再回應大家的問題 多謝大家 謝謝楊局長 現在是答問時間 首先要說你的機構 問兩條題目 是問財政預算案內的內容 後面那位戴眼鏡的先生 兩位好 香港電台有兩個問題 分別問兩位局長 首先想問一下美食市集 雖然局長剛才說 詳情稍後公佈 可否趁這個機會透露給市民和商戶知道 這個市集初步會在幾多區搞 是會以一個行常的 例如每個星期六都搞 每個星期日都搞 搞多少次 還是會以一個一次性快閃的形式搞 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他們申請的門檻是什麼 整個美食市集的行政費是多少 初步有沒有這些資料 第二個就是想問問楊局長 有關於海陸嘉年說的 又是初步打算會搞多少次 一次過搞 還是會不停地搞很多次 還有行政費是多少 另外就是那個旅遊業 昨天預算案出來之後 旅遊業界都說 對於沒有服業基金是有點失望的 還有業界現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請人難的問題 想問一下局方有沒有什麼措施 可以幫到他們 謝謝 是 三條題目 是否是麥局長 好 謝謝 正如在財政司司長 昨天在立法會 以及這幾天 都在不同的場合都說了 為何會有Happy Hong Kong這個概念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過去幾年的疫情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壓抑 大家都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預算案裏 有Happy Hong Kong 開心香港這個活動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不同的香港 不同的區域裏面 都可以辦一些有特色的活動 令到市民有一個地方可以一起去 一起聚集 一起玩 而美食就會是我們香港的其中一個特色 所以這個美食市集 我們的概念就是會找到 我們地區裏面本地的一些美食 我們內地可能有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又或者是海外的美食 我們都會想放在我們的市集裏面 可以給市民試吃 又或者他們可以買一些他們自己喜歡的美食回去 所以這個活動 就剛才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就是我們想著 會在全港幾區裏面 分幾區去辦一些大型的市集 但是未必一定會是恆常的 應該會在不同區域 做不同的週末去辦這個市集 因為這個就是希望可以讓市民 在一個假日的時候 週末的時候去的地方 另外就是關於有什麼商戶 他們有興趣的 他們想參與 我們其實稍後 我們還在跟不同的團體 一些業界的組織 我們稍後都會聯絡他們 一起去討論整個市集 因為剛才我說 我們要匯聚由不同地方來的美食 不只是本地 可能我們還是想在 內地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 還有海外的美食 所以要匯聚這麼多不同的美食 我們都需要想一個方法 怎樣可以更有效 可以找到市民有興趣的美食 放在這個市集裏面 所以我們之後都會去研究到 有一個方法 怎樣可以招募這些 攤檔的一些當主 我可以提到的一點 就是在這些美食市集裏面 因為會是我們文青局 就負責去統籌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一個青年的元素 所以整個美食市集 既是會有集合不同地方 無論本地或內地的特色美食 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美食之外 我們都希望可以有一些青年的元素 讓我們本地的一些年輕人 可以試一下在市集裏面營運的 那麼行政費 我們現在整個開心香港 那個Happy Hong Kong的計劃 預計是會是2000萬 但是整個活動去做 所以其實現在財政司 剛剛在昨天公佈了這個項目 在預算案裏面 我們之後會盡快去推進整個工作 因為其實開心香港除了這個美食市集之外 亦都有那個女法會的嘉連華 還有我們有不同的 剛才楊國長都說了 我們不同的一些團體、機構 包括數碼港、西九文化區、海原公園等等 他們都會很好地跟我們一起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會盡快去跟不同的一些持份者 還有一些有興趣支持我們這個開心香港活動的機構 就盡快會開會討論如何去推進這個活動 那麼務求是可以盡快推出 因為知道預算案裏面 才爺就是說 四月會有這個消費券推出 那麼我也都希望在到時候 我們有些地方可以讓我們的市民去消費 支持一下我們本地的消費 那麼整個概念 都是希望可以讓我們的市民帶眾 一個開心的地方 大家一起可以在疫情之後 大家走出去一起嘗試美食 在這個社區裏面有更多的歡樂 第二個問題有關於女法局辦的嘉連華會 現在當然是一個籌備的階段 過往女法局都在社會裏面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當然是以吸引外地的旅客為主 吸引他們來到香港去做一個旅遊的工作 那麼所以在籌辦這些大型的活動裏面 女法局是很有經驗 那麼正如在財政預算案裏面也有說 她那個大型的嘉連華會 是以用維港作為一個背景 是有一些音樂、舞蹈等等的表演 那麼詳細細節的安排 我想等進一步 女法局去做一個 就是落實了一些計劃的時候 會跟大家會做一些宣佈 那麼至於你說那個成本 和她那個行政費 過往一直以來 女法局都 大部分的活動都會利用她自己 就是內部的同事的資源 等等去籌劃這些計劃 那麼當然這個就要到她實際推動的時候 然後究竟需要些什麼洗費的時候 才能夠再跟大家去詳細解釋 但是我們都是期望在一個這樣的項目裏面 一方面可以繼續吸引到旅客來香港 一方面也都可以給我們香港的市民 是多一個享受和開心的一個機會 那麼另外有關於服業基金 這個就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過去三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旅遊業界都是面對了很大的壓力 那麼在這段時間 其實政府也都是提供了很多支援給界別裡面 我們在說我們的投入 就是說在過去三年投入去支援旅遊業界 都接近超過44億 44億8千萬左右 那麼而有一部分的計劃呢 我們其實現在都還在走的 譬如我們說的那個文化古蹟 本地旅遊鼓勵計劃 以及一個旅行社的鼓勵計劃 現在都還在進行著 而我們在財政預算案裡面 也有說到 我們的旅行社的鼓勵計劃 更加會延多三個月 即是原本去到今年的三月 即是下個月底 就結束了 我們延多三個月 但是整體來說 大家會看到 由於通關之後 旅客是開始 路路續續地回來香港 那麼當然這個今天 逐步去開放 以及逐步來到香港的時候 跟我們說的 在2018年 那時候 即是遊客最多的時候 仍然是一個距離 但是在那個復甦的情況之下 其實現在 我相信在旅遊業界 已經是過了最難 最艱難的一個時候 已經開始看到 生意回來了 即是那個 即是那個旅遊客 遊客是回來了 那麼我們 所以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裡面 我們也都明白 過去他們面對的困難 現在在恢復的時候 可能在人手上面 在準備功夫上面 仍然是會遇到一些壓力 和挑戰 是有見於我們那個 即是那個經濟是會 一路一路復甦 旅遊業是會一路一路復甦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在這段時間 怎樣幫他們 去度過一個 就是壓力的時候 那麼所以我們才會提出了一個 百分百的貸款的保證 就是說 我們可以幫他 去保證借一些的錢 當他能夠借到 能夠有這個資金 短期資金的流動的時候 就能夠過了這段 即是在剛剛復業的時候 所遇到的壓力 大家都會聽到 他們通常都在說 譬如 旅遊巴可能不夠 旅遊巴要重新用的時候 可能要重新去檢查 要去運作 是需要一些額外的資源 旅行社可能需要多一點錢 去請一些人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 在那個貸款上 一個 譬如我們說 我們那個百分百的貸款 是十年期 在十年裡面 借了一筆錢 可以根據那個 旅客一路來 生意一路上 是可以在未來的十年裡面 慢慢慢慢的 將那些錢移回來 還回到貸款上 我們相信 這個是可以幫助 旅遊業界 在復甦時候 去面對這些壓力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的措施 是可以幫助他們 當然在整個財政預算案裡面 我們當然要平衡 在不同界別裡面的需要 大家都會見到 整體我們現在的財政 仍然今年 接下來的年 仍然是一個赤字的財政預算案 當然在那裡 變成我們怎樣去選擇 資源投放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做一個小心的選擇 但是 我們相信一個百分百的 擔保的貸款 是可以幫助到 有需要的旅遊業界 是可以 接下來到那個 在那個復業初期 是可以解決一些壓力上的問題 下一位 是 前面這位 黑色衣服 這位是男士 好 謝謝 兩位 兩位 HKU HKU Journalism 首先 However, previously there were concerns over a censorship problem in IFBA a media award hosted by Hong Kong Arts Centre 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the urg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Hong Kong May I know whether you have considered the problem of art censorship due to conflict of culture 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if this concern exists will there be another measurement to settle this problem? Thank you For the urban sports, I think we are based on our understan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he sports sector we know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urban sports that have been starting to be included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also in s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we have picked five urban sports for promotion in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three by three basketball, five aside soccer and some of the sports as well So we are now focusing on these five sports and one of the initiatives in the budget is to transform the gunchung market into an urban sports centre and in doing so, I think we will, this is in line with our strategy to promote urban sports and in the course of doing that, of course, we will be consulting the sports sector as well as we will, through the sports sector and through our network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youth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 and I think that that would be a very good that will be a very good chance for us to develop further in these sports and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if these are to be included in future international games For the culture, of course, one of our objectives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n East-Midwest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 doing so, we promote exchange of cultures including performing arts, including visual arts and we organise many forums, discussions, exhibitions and also arranging performances for groups or artists from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also from the mainland to come to Hong Kong together with our local artists for cooperation, for exchanges and for co-productions I'm not too worried about the so-called self-censorship I think at this stage, Hong Kong is always a very open society and you can find different forms of arts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ifferent expressions in Hong Kong and I think this will continue in Hong Kong and I'm sure that people or artists will find that they could have their own expression in the Hong Kong cultural scene but of course, in Hong Kong we have to apply by the law So, anything against Hong Kong law will not be allowed Yes, the next one There is a question in the back of the女士 Hi, good afternoon A few English questions for the Happy Hong Kong campaign The first question is, how would you determine what is a successful Happy Hong Kong campaign? Is there a set KPI or goals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hit in order to be considered successful? Such as, how many residents the campaign hopes to attract or the profit made or the number of events organize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the campaign hopes to put a smile on people's faces as the city recovers from the pandemic, right? But how will we know that people are happy and smiling and life is back to normal under this campaign when Hong Kong is still one of the last places in the world with outdoor mask mandates? Thank you Okay, as we all know that we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very difficult year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during the pandemic That's wh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decided to launch the Happy Hong Kong campaign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So to share the happy and joy and then moments in after three years pandemic Especially after the relaxation of those anti-COVID measures So it's about time for us to get together to try the various goal mate from overseas and mainland and local goal mate So talking about how do we evaluate how successful the Happy Hong Kong campaign will be We will, as I sai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just announced the campaign yesterday And we are working full steam ahead and will work with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organizing a successful Happy Hong Kong campaign and through this campaign we hope to provide the chance for our young Our Hong Kong people to get together To try the goal mate and to especially to feel the happy and joy in the society So we are not going to set a specific KPI say, oh, you know, happiness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measure it, right? Happiness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feel So we will encourage our general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mpaign And we are grateful that and we're happy to see that Many organizations just such as the West Calhoun Cultural Center and the Cyberport, etc. 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us to provide this happy and joy atmosphere in the society And for the Ma Song policy, as you are aware,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mentioned in various occasions that At a suitable time, this policy will be reassembled And I'm sure that when Hong Kong people will work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And when the pandemic has gone, the policy will be introduced at a suitable time And we trust that when people work with Hong Kong people work together, this moment will come very soon Yes, the next one, the next one, the next one, the白色, the西藏柳, this on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it's TVB The first question is to ask about Happy Hong Kong of all the details In all the details, many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like to travel Now that we are working in the country, in the country, in the country and in the country and in the country, is there any help? In the future, there is no time to do that?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預算案 問有沒有預留多少錢給民清局處理區議會改革的方向 目前有沒有方案呢 如果有的話是何時會公佈呢 關於對業界的幫助 當在昨天財政司司長說完財政司司案的時候 在立法會代表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立即抓住我 就立即說這個美食市集 飲食界可以怎樣幫忙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想是一個很直接的反應 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Happy Hong Kong這個Campaign 這個開心香港這個活動 對於業界來說 不單止是一個我們希望可以給市民 在疫情之後有一個可以很開心的氛圍 大家在社會裡大家可以一起吃一下玩一下 笑啊開心啊 對於業界來說都是他們一個機會去發展 這個很清楚看到 至於地方行政的檢討 我們現在仍然在進行 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公佈那個結果 是最後兩條 是那邊後面戴眼鏡 是那邊後面戴眼鏡 是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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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this pandemic low. Thank you. There were many successful food fairs that have been organized in the past in Hong Kong and we will build on those experience to develop our gourmet marketplace to bring together overseas, the mainland and local gourmet at the food fairs. So I hope with this food fairs, the general public will have a chance to get together after three years pandemic. And for the particulars or the detailed procedures for the, as to how to apply for or what suppliers will be included. We, as I said, we are working full steam ahead in organizing the food fairs and the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very soon. And on the second question, we are not sort of comparing the recovery fund with a loan scheme, which one is better or not. I think the objective is we know that the trade is facing or under some pressure during this pick-up period when the tourism started to, the industry started to pick up and there may be pressures on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s well as employment. So, when we look at the loan scheme, we find that it actually could provide the extra financial support that could serve as a tie-over during this interim period when the business started to pick up. If you come, if you really want to compare with a recovery fund, the major, the main difference is one for the fund is the government giving out some money into the fund to support the trade, whereas for a loan scheme, the government is putting up a commitment to guarantee that the mortgage corporation will get the money back in case of default.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just a comparison of how th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spend the money on. As I explained, we are now running, this year, we are having a deficit budget and we are very tight in terms of spending money. So, if we have a loan scheme that could also serve the purpose of helping the industry during this interim period, then it may be the most suitable one at this moment. That's why the decision is made like that. The last question is, the long Catalyst is the dark green tree, which is the white green tree, which is the dark green tree and the green tree, which is the master? The second question is, in the last question, today, we have produced $5 million million to support the media and the TV station and the media group to work in the next time. So, do you feel like in the media of the money bag of pre-reparation, of the TV station there are not two Rise of the World Committee Shorter? How much does it be worth it? And I think we should be wondering 我問局長你會如何在足球博彩稅的24億是如何訂出來的 以及是否有必要向晚會開刀 第三就是關於美食市集 是如何吸取美食車的失敗經驗 避免參加者試遷離場 以及可以令到更多中小機會去參與 避免大集團壟斷呢? 抗議之佬計劃的目的 其實是我們在香港有八大創意產業的行業 創意之佬計劃主要是資助七個行業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電影的發展基金 電影那邊就在電影發展基金那邊去做 七個行業裡面當然包括了電視、音樂等等 這次其實我們的目的是鼓勵香港電視台 去跟內地或者亞洲的一些製作人 或者相關的電視台 一同去做一些綜合、綜藝的節目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第一 可以擴大市場 即是說香港的一些製作 連同內地或者亞洲的製作 可以去除了香港做表演 或者在香港推廣之外 可以去到其他地方表演 這個是一個擴大的市場 這個也是推動香港有香港特色的 一些中藝節目 去到其他地方的一個工作 同一時間也都可以培育到香港 在這方面的人才 容許他有更多的空間 將來去發揮 亦都可以去到一些新的市場裡面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絕對不可以用干預這兩個字 而是我們是整體去在這個行業裡面 怎樣可以去培訓人才 怎樣可以去加大市場 這些正正就是我們創意之 自由計劃裡面的其中兩個很重要的目的 關於足球博彩稅 這個特別的博彩稅 就是財政司司長他們去訂的 所以為何是計24億出來呢 那個數字我想可能是 司長他們會更加了解 但大概就是 現在的博彩稅是50% 如果加到60%的話 就大概每年是多了24億 但是那個詳細的計算方法 其實我想這是一個特別的時候 既然如果大家都有留意 其實馬會在這麼多年來 都一定一直是強調 他們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慈善的機構 亦都在香港很多方面作出了貢獻 所以現在既然接下來 大家都看到 香港的財政狀況是不理想的 會出現赤字 既然馬會作為一個 他們已經多年以來 他們都引以為傲 是香港一個最大的慈善機構 其實在香港現在這麼艱難的時候 他們每年額外給多24億的支出 去支持政府各方面的工作 我相信馬會既有能力可以負擔 亦都我相信既然他們已經是 多年以來引以為傲的 一個最大的慈善機構 都這麼貢獻香港的 我想這也是他們其中一個貢獻 所以絕對不可以 像剛才你說的 向馬會開賭 肯定不是這樣 我相信馬會他們都應該知道 自己是這麼多年對香港的貢獻 他應該引以為傲 又還有這個能力 可以協助到香港去發展 第二就是美食的市集 其實剛才我也多次說了 美食市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在不同的區域 辦一些週末的美食市集 讓我們的市民可以有一個開心歡愉的環境 在疫情之後大家也可以開心地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看… 因為香港真的民以食為天 所以我們會希望以美食來令到我們的市民 吃得開心又玩得開心 所以在過程中 我們會考慮引入 無論是本地、海外 或者我們內地一些特色地方的美食 一起在美食市集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令到多些人可以參與 無論是市民的參與 又或者是一些在飲食業界的朋友的參與 又或者是剛才我說的 青年人的參與 所以整個市集會有很多不同的 界別人士和參與 一起令到我們整個美食市集能夠成功 令到真的可以帶給我們的市民 記者會結束 多謝大家 OK OK